2月2,龙抬头,来给田小姐点个头 老母亲也念导的 给我沾一件头发抬 还是我四点来吧 我可以做那个化妆刷 小小年纪,有美妆多紧那位 林小璐在发新动态 就在龙抬头的日子 林小璐为了涂几粒 便亲自下场给女儿填心剪头发 但没想到 竟意外曝光了卫生间的一角 瞬间引发网友热议 林小璐因出柜与佳南亮离婚后 不仅失去了娱乐圈 事业一落千丈 还成为了一个单亲妈妈 尽管林小璐想进军网红带货直播 却也被网友的骂声震惊到 早早的就结束了直播生涯 虽然佳南亮与李小璐早已分道扬镳 但从卫生间就能看出来 李小璐的生活水平并没有下降 看来佳南亮为了孩子 也没有亏待李小璐 不管怎么样 毕竟有个这么可爱的孩子 希望佳南亮和李小璐能破镜成员 对此你怎么看呢